今天好介绍 是我刚刚发明新的种豆芽的方法 为什么 这一盆水上次也介绍过 上面准备一盆水 这个架子 这个盆子不可以放这些水浸着盆子 准备我等一等 放个瓷水中放进去 放紫杯中放进去 然后呢 我告诉你先 我现在就放一边 放一边了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今次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为什么 这个杯呢 我本来呢 我发明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我浸着紫杯的芽菜 我把这些布放开线 放开了 然后呢 我抖出这个芽菜给你看 刚刚种的 你看 这次真的 为什么我做这个发明 就是那杯水 令到我的芽菜 跟以前 为什么不一样 它很肥 种出来的东西很肥 因为我种的时候 是帮助它散热 所以变成十二个钟头 取来温水 就可以做到这个过程出来 为什么我用漆水瓶呢 我跟你们说 什么瓶子 我都做过 如果你想多发几天 也可以 你自己看它的墙 你控制你的芽菜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都可以切的了 这个大概中了三十四个小时 三十四个小时 你自己算了 然后呢 我现在抖出这杯芽菜给你看 就是我刚刚发好的 跟以前的芽菜 为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我用这个漆水瓶来发 我不怕对你们说 这个漆水瓶发的东西 差不多每一粒都发得起来 以前我用过包 用过带的 用带的不行 牙的也不行 因为它的体积很大 那个体积很小 它可以令每一粒的豆 发出来 除非这个粒豆歪掉 然后呢 因为每一粒豆可以发起来 可以吃 就不会浪费了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用杯水 然后呢 主要令到它放下去的时候 是帮助它解温的 当我拿豆放在里面的时候 然后放一杯水 中了三十四个小时 就是靠这个十二个小时 换一次的水 十二小时换一次水 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你还上来睡觉前换一次 比较安全的 到明天十几个小时 你自己最爽的意思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眼睛 其实这杯呢 我对你说 后来才放 发好的豆得 我天才放这杯水 我觉得不太很好 它有一点 往往粉红色在里面 如果我没有这个 放了一次呢 这里完全 中豆的时候 入一杯水 入一杯水 这个杯呢 看你大概你自己十分 我就 叹叹 这个杯也可以 放在里面 大概中了三十六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来洗一次 如果你十分的 六个小时 也可以 看你自己十分 没所谓 主要我们洗的 就是令到你 牙刀 不要给他 噎过 发臭 就是令到你 都发臭了 以前我 喂的时候呢 我中了很多次 用个水片 水壶 也中过 只不过 有一次 中了很多次 后来就发现 哇 文医生 好像四个小时 洗一次 哇 为什么里面 有点发臭 哇 因为我们生个虫的人 很注重这种卫生的 就觉得是不行的 为什么我这么多的计量呢 以前 啊 发明的时候 有防范布啊 用盆水啊 用这盆水浸住呢 就是因为 要防它发臭的原因 才有很多很多新的发明出来 为什么最近我又有新的发明 这个就是刚刚发明的 所以有些人问我 你可以解释医生 我就耐心等医生 因为我将来做一个新的发明 告诉你 就是 我就想到 本来听令人说 用这石头 扎住 扎住 那个碑 扎住这耳朵 它令到它肥肥壮壮 然后 我就想到 哪里扎到这石头啊 后来 啊 真的很幸运 我就想到 哎 不如用个不受钢杯 为什么不受钢杯 它比较冷 如果用塑胶呢 它冷的效果 没有怎么好 不受钢杯 它冷冷的干净鱼面 令到 20-12个小时 可以保温 沙片捧水 可以令它冷却它 一到没有怎么用 啊 如果你没有经过 12个小时 我对你说 肯定会吵 这些东西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第一 省水 省时间 虽然东西 是做多一点 但是这种东西 可以保存我们的时间 不需要每 五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又要死 我要死 变成我们出去啦 或者不值得 很多原因 令到我们 种了芽菜 种了一半 突然发臭 也不可以吃 所以你们没有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下 我们的芽菜 又没有发臭呢 如果有发臭的 虽然它没有歪 但是一种味道 我想起来 我都好像 一样不敢吃 所以我的发明 就是每一样东西 我每一个步骤都很小心 虽然的 想我的方法不好 就是想我很麻烦 很多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每一样东西 它是好的 是方法好的 一定要好的 方法出来的 为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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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嗯 没有很清香 以前我真的没有骗你 为什么这么多发明 一次一次改良 就是因为我以前 试四个小时 或者我试试的时候 我试试 你试试 我试试试 试试试 我试试 我试试 不行的 有这样臭味道 好像 这外面的芽菜 也是没有两样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好试试 就是 对 很多人批试我 用碰水很麻烦 事实上不是麻烦 如果你想 种出不会发臭的芽菜 就是用一盆水 当我们种的时候 就可以借它的温度 就比较容易安全 这种水起来 我的芽菜 我不客气 12个小时 有开启到现在 12个小时 嗯 很香 没有臭的味道 所以 你不要以为 种芽菜很简单 如果它发臭 没有烂的 也是一种 细菌来的 所以我们都要留意 为什么我今次改良 用个杯 就是因为没有用杯的时候 它发到的豆芽 很长很长 好像僵尸姐 好像僵尸姐 我就觉得 看到也不喜欢 好像这条鸡 很长 但是不用怕 它很多不为难 你挡挡的 肥肥的 好想为面买的 但是没有怎么搭 可能你放多两天 也可以看你自己喜欢 你种出来怎么美的芽菜 大概种了 三十 三十四个小时 你自己说 三十四个小时 就种得 很不错的豆芽 走出来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说 你看一下我的芽菜 为什么 真的很清新的 不用怕的 因为以前我种个臭的芽菜 就觉得 我要改良 我要改良 所以变成 我吃的时候很担心 因为我们生个虫的人 比较很自重健康的 所以如果不卫生 吃到我们都很害怕的 哇 吃到很肥的 以前我不怕对你说 我把芽菜 在哪里 我把芽菜 我计给你看 大概有几多个CN 那把芽菜 在哪里 不太知道 大概怎样长 两个CN 不像以前 哇很长很瘦 但是有些人喜欢吃这种芽菜 也不要 入一杯水就可以 长长瘦瘦 但是如果我喜欢吃这种芽菜 我比较喜欢肥壮一点的 好像吃起来口感的 就利用这个方法 就很简单 做一杯芽菜的时候 从兜着 一粒小的芽菜 刚才这种芽菜 我对你说 这种芽菜 那我们将芽菜 把芽菜 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 把芽菜 这种芽菜 这种芽菜 芽菜 因为我不自得拿出来 给你们示范家 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录了 讲时间 刚才这张芽菜 芽菜 芽菜 放进去 芽菜 然后 一块布 一块布 然后我们准备一杯水 今天准备水 不可能放一杯水 然后我们把水 豆准处 豆准备完 豆准备完之后 很简单 然后豆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很简单 比上次更好吃 因为它比较肥 比较肥 吃起来 很有口感 我等着我 现在种出霸汽菜 就出来了 真的很标准 你现在知道 我告诉你 怎么做我的方法 跟上次也是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你首先要用不熟钢杯 不熟钢杯装饭水放在里面,很重要 为什么?当一粒豆放在里面的时候 我上次告诉你,放一瓶水 为什么那瓶水帮助测温的? 那个水不可以浸到呢? 然后你吃一杯或者凉杯 然后拿一块布 然后拿一块布 我告诉你先 拿一块布,然后呢 我直接放在里面 我放在里面做给你看 本来我放在里面,没关系 放在里面做一杯也可以 然后呢 用重一粒浸泡,发口一粒20粒豆 我现在不可能做给你看 所以我这些豆,放你36个小时 就用这个方法12小时换一次水 就先准备几条T恤 几条T恤 将一条T恤 剪一瓶 剪一瓶 这个粒子不一样 刚才唱唱这样 为什么? 如果炸鱼我放紫杯 反正我放紫杯 OK 放一杯也可以,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不可以 因为如果我们最能用的时候 你买的时候 你用的时候 最后用鱼色的杯比之后 因为鱼色的杯 它不会透光在里面 所以种出更晚 因为我种的时候没有想到 现在才想到 这样 我都不方便这样放 OK 然后呢 把一条T恤 这样剪出来 你不要弄到沙面碰水 如果有水就不行了 然后呢 再放多一块 完全不弄水 很方便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因为看你做得麻烦的 你自己解冷 对不对 我用我的方法 也是不错 总是遮得住 不要透光在里面 就OK了 那两条沙 一条最前边 有一条大个稀释的 最会面 啊 很方便很快 那你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放在一旁 它就可以 每十多小时 你就可以 找一次水洗衣 然后水浄的最重要 就要水浄 请找这些水浄 比较安全 多少小时 你拿一支别 拿一张纸 好像我这样 啊 我已经把水浄的东西放下来 我只放在前边 你做东西 比较不怕不及了 很方便很方便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 OK 如果觉得好的 浸出来不错的 我也是听你们开心 OK 好 如果好的 给我一个转 好的 拜拜